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这部电影目前褒贬不一 董叔是前两天看的典映 由于当前没有高清片原来制作详细深度的影评 就先大致说说我对这部电影的初步评价吧 我们先说电影的硬件 包括拍摄技术 演员阵容 后期特效等等 可以说八百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错 董叔列举一些电影中的细节 为还没有看这部电影的朋友汇总一批看点 首先是演员阵容 杜纯 王千元 张义 江武 黄志忠 欧豪 对了还有李晨 姚晨 郑凯 黄晓明 侯勇等等 这可以算是当前中国战争片能呈现的最豪华阵容了 不光有流量明星 中青年实力派如江武 张义 黄志忠 王千元的加盟 可以说确保了一部电影的质量基准 王千元饰演的杨拐 是一个大领老触男 也是被打散的三十三师的一个老兵游子 战术素养很不错 全片贡献了很多个人击杀场面 但誓烟如命的他 却为了现场听一段江武扮演的老司机刮怂 分享某些不可描述的情节 把整包烟都送出去 张义饰演的老算盘 是一个不会打枪 也不敢杀人的帐房先生 好几次都想当逃兵 当最后一次被发现时 他声泪俱下希望放他走 他不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从这两个角色身上 我们能看出中国战争电影 已经完全跟十几年前的同类电影 产生了很大的不同 不再追求我方角色的高大权 而会从人性深处去挖掘一个凡人在战场的真实表现 谁都不是天生的战士 普通人面对持刀抢劫的歹徒都会心生畏惧 而当一个中日面朝黄土被朝天的农民 一个中日噼里啪啦打算盘的帐房先生 甚至一个中日与水牛和稻田作伴的半大孩子 面对一支来自发达工业国且极为残暴的职业化军队 谁能不怂 当一群农民、帐房先生、半大孩子组成的队伍 被拉到堪称雪肉末房的松户战场 面对日寇海陆空立体攻击 谁能不怂 就像集结号里骨子力说的 谁他妈不怕死啊 头皮上飞枪子 裤裆里头跑手榴弹 就是神仙也得碎 我们一直以来经常看到这样的描述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勤劳勇敢的 勤劳没错 但勇敢真的是需要历练出来的 一个在家鸡都没有杀过的书生 完全可以变得勇敢 但是要真刀真枪的在战场上历练一番 勇敢不是天生的 勇敢的背后是系统的训练和大量的实战 当然如果手里的家伙更好一点 那就更勇敢了 所以电影中出现逃兵 未战证实当时的真实情况 用写实的方式去讲述战争 更能体现战争的残酷 这一点八百做的不错 而大量像杨拐那样的战士 还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人生 就注定要被消耗在松户战场 这是一种无奈 也是弱国奋起抗争 被迫付出的代价 而这样的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由实力派演员去塑造 更能赋予角色厚重的真实感 这是八百的第一个加分项 除了军人 八百还对当时租界内的中国人和外国人 有大量描写 穿着时尚的中产阶级 隔着一条苏州河 从窗口就能看到战斗实况 然后在自家客厅 一边打麻将一边谈论时局 而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 甚至可以在一艘巨大的飞艇上 以上帝视角观看战况 八百壮实的英勇抗争 放在租界的视角下去审视 政治意义变得远远大于军事意义 从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 或者说租界里的中国人 特别看中洋人的观感 而忽视自身应有的抗争 谈论的也都是 日本人不敢进租界 法国人的地盘还是安全的咧 西方不会看着日本这样胡闹的 当一个国家的国民 民族意识还没有觉醒 抗争的意志还没有凝聚起来 八百壮士在苏州河队岸 赔上生命的应勇抗争 就不单只有军事和政治意义了 当日军用后钢板掩护 靠近四行仓库墙体时 国军战士一个个身背 极数手榴弹 从楼上跳下 以牺牲自己的代价 去炸日军的铁甲镇 对岸看直播的民众 也都纷纷落泪 八百将这一幕完整的表现出来 堪称全片高光时刻 其次是技术层面 八百对战场的描写 对战斗的描写 说实话 都基本达到了当前西方主流战争片的水准 电影一开始呈现的残酷的松户战场 终于不再是以往国产战争片那种 点击出火堆冒几率青烟的轻描淡写 而是实实在在的战场原貌 战争可以看作人类的一种最高级别的破坏 随着科技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 战争对城市的摧毁是毁灭性的 一栋普通民房 在一颗一百五十五毫米榴弹的面前 最终的命运只能是一堆瓦砾 而普通的血肉之躯 很可能一颗小小的7.92毫米子弹 就能消去半个脑袋 所以 八百在松户战场的营造方面付出的努力 是值得肯定的 战争片如果因为种种原因 以小孩子过家家的方式去呈现战争 那会对人产生误导 但是 除此之外 八百就基本没有太多亮点了 下期节目 董叔会给大家说说 八百这部电影的诸多军事槽点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